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如果他一直这样 那我们两个人也没必要继续下去了 我觉得是他太久性了 而且我们刚结婚不到一个月 这被别人知道不得笑话死我那样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小安 23岁来自内蒙古无业 有请 小王 26岁来自西安无业 有请小王 有请 结婚多久啊 在这大概有一个多月 才一个多月 那不就是新婚燕耳吗 咋了呀 现在就发现他这个人爱面子 就是特别严重 然后还有就是 他婚后就跟变了个人一样 各种对我要求 然后发脾气啊 干啥的 我感觉我现在有点受不了了 还有什么婚礼的事也谈不拢 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就太较真了 现在刚结婚又要说着要离婚 这说出去还让别人 需要聊大牙呢嘛 你们谈了多久恋爱 两年 按理说还是彼此了解的 是吧 嗯 这个上面说 两位现在都无业 是个什么意思啊 之前一直在工作 但是就最近我就是离职了 然后准备从找到还没找过来 你呢 我之前也是在工作 后来就没有找到 自己合适的工作 行行行 我们来听听新婚妻子说一说吧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结婚了一个月就想着离婚嘛 反正第一个就是 也是关于工作的事 就他现在也快毕业了 我就想着找个工作先上着 快毕业了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还没毕业 但是他现在就是 就准备拿毕业证了 我说先就先找个工作上着 然后他就非要找个大企业 我说大企业你能找到吗 人家小企业现在 什么薪资待遇也挺好的 他就非不 大企业肯定比小企业好呀 大企业的工资又高 福利待遇又好 跟小企业肯定不能比呀 重点是你现在找不到呀 你说这句废话 那我也在慢慢努力找嘛 也不能说今天明天 就能找到吧 再说了我跟我朋友呀 他们都是大企业的 我说出去我也有面呀 反正就是他现在 说来说去就是这个面子 我之前我还 给我好几个朋友说 给他安排一下什么面试 然后也不跟我说 直接放鸽子 然后我两个朋友也得罪了 你那样面试是浪费时间好吗 他心里就有点问题 你不能说他心里有问题 谁不想找一个好工作呢 对吧 还没有接触社会有点不太现实 有点理想主义 这也不能就说要离婚呢 这个是其中一个 然后我发现他现在很敏感 又别人的一句话呀 或者一个行为 他就觉得是别人瞧不起他 就是我给你妈买东西嘛 多好呀又不要 让我觉得就是好心 当做驴肝肺了 不是这回事 当时是 我跟他一块吃饭 我妈说他腰疼 然后他就买了个那个按摩椅 送给我妈了 我妈当时就想到他钢笔也没钱 就说把那个买按摩椅的钱给我们了 然后又给我们俩点那个零花钱 当时他就掉脸 不说话完了 吃完饭招呼没打就走了 我都不知道啥意思 我就觉得吧 这就是瞧不起我嘛 觉得我承担不了这个按摩椅的费用 你会觉得他们瞧不起你 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呢 你们家跟他提过什么过分的要求吗 让这个男生在这个层面这么敏感啊 没有呀 就从来没有 所以我就弄不懂为什么嘛 跟自己妻子的父母 怎么会有那么重的戒心这么敏感 那你的朋友们怎么看他呢 上回跟我朋友一块去吃饭 我们聊的都挺好的 然后因为我朋友那个男孩啊 他也是外地的 然后找了个仙的媳妇 不知道咋了 当时都好好的 回来之后他就跟我 你都不知道发脾气发得多严重 还砸东西 你朋友呢就说什么话 他跟我聊天 说咱俩都是上门女婿 上门女婿是好词吗 再说了我是花着彩礼 买着房 正儿八经把你娶回家的 我跟他能一样吗 这有什么呢 对啊 我就说我朋友开玩笑了 你就当回事了 回去还说我 不帮他说话 你都知道是开玩笑了 他当时说那个话 你为什么不当面维护我呢 这有啥维护的兄弟 你是不是人在西安生活呀 是不是不在你内蒙老家了 对 那你这是不是就到了我们上来了 那不就是上门女婿吗 就是一个比喻嘛 那人家不是给你套近乎吗 哥们儿咱俩都不容易啊 你看咱们 不能说远嫁到西安了 咱上门了 咱得团结 我怎么听在耳朵里 就是拉近关系 你怎么那么敏感呢 我就感觉这个词 对于男生来说 就是特别的那个 我觉得你这个人心里 就不知道 你再关心什么点上 就很奇怪 这是婚前还是婚后的事啊 这是婚后的事 婚后还有什么事吗 就上个月领完证之后 他说带我回他老家 看看亲戚 认识一下 我说行 然后我就跟他回去了 见了也就见了 当时他表姨在那做饭呢 他跟我说 你坐这儿干啥 你帮人做饭去嘛 就那么多人 他就那么识唤我 让我去给人做饭 我在我家都没给我爸妈 做过饭 我是给他做饭的 你还好意思说这个 我这是我也不会啊 当时我都问你说了 那些女的都来那边帮忙的 你现在嫌的没事干 你就过去帮帮忙 打打下手 结果你去都不去 就处在那儿 那么多人呢 害得我下不了台面子 让别人怎么看我呀 我觉得你也没给我面子呀 就当时你就真没去是吗 我就没去 主要是我嫌大大声了 那么多人面相说了 我就心里一下 我就不爽了 哎呀 现在的女生都挺娇气的啊 不是按理说 你新媳妇上门 哪怕你装对吧 你也得装着我 特别勤快 你可以 你都不愿意走走 这个装的过程 给他爸妈装可以 给他亲戚装 我觉得没必要 以后又见不了几回 我装啥的 他倒是坦诚 那还有啥呢 还有去他那个亲戚家里 一路上东西都他提 到了门口 把东西放到我手里 让我提 那一路上我提着啊 我是关心你 怕你累着呢 然后到了家门口 我是想着给他提一下 就是做做样子嘛 让他表现一下嘛 你当时跟你表哥说什么 你看这待遇 你都没有吧 我都听见了 这也能炒一大价 这个没有炒一大价 但是我心里 肯定我个应 这个应啥呢 他就是爱面子 特别过分 你就给他个面子呗 我老给他面子 那以后谁给我面子 我还过不过了 那倒也是 越来越过分了 以后还咋办 你后面还干嘛了 就把我拉着去给他 那个爷爷奶奶辈磕头 远房的爷爷奶奶辈 也得磕头 那不是也其实应该了吗 结果他还不愿意了 我觉得我没给我父母磕过头 磕头我觉得我做不到 就这个事我也特别生气 因为当时我表哥他们结婚 我表嫂也是来我家 给我爸妈磕头 结果轮到我了 去他们家的时候 结果他就宠那儿没动 让他扣也没扣 最后还是我妈过去 给赔的不是 你说这个事让别人 怎么看我们家呀 反正我觉得我做不到 给长辈行个大礼 这没什么呀 那么多长辈呢 都得行大礼 那可不是得行大礼吗 家里的亲戚吗 这是我们那边的习俗呀 如果要是你们那边 有什么习俗的话 我也一定会遵从呀 我也不会反对 他老勉强我 做这些不想做的事 然后去之前 也没有提前跟我说 回来就跟我喊叫 行 这个婚礼本来是打算 什么时候办 婚礼本来说的是 就是年底 还有就是婚礼的事 他说就婚前 本来他跟我说 是在我们这儿 就在西安办的 领了这儿之后 他说也没说 就在他们那个老家 把那个场地给定了 我家亲戚又多 如果我要是 去你家那边办的话 那让我家那些亲戚 怎么想 就是啊 那我可真成的上门女婿了 但是我觉得 你至少提前 跟我说一声嘛 本来这个事情 就是南方来操办的 你直接通知我 你不把我当回事了吧 我觉得 内蒙办一场 西安办一场 不就完了吗 我看我们那些 就办两场就完了 我看我们那些年轻的同事 现在都怎么办 因为都是独生子女吧 就是去新郎家办一场 然后到新娘这儿办一场 都办完了 人不在北京的 人家两口子回来说 咱们北京的再办一场 多好啊 多开心啊 你们俩当初咋认识的呀 聊天认识的呀 就是我们一个聊天软件上认识的 后来然后就是 就是一见钟情的那种 那肯定嘛 男孩也帅女孩也漂亮嘛 正常啊 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 然后就多相处了几次 然后就再然而然地 就在一起了 西安买房子钱谁出的 我们家 彩礼给了多少钱啊 给了十万 家具装修都你们家的 对 所以实际上你父母 挺纵容你的对吧 纵容得很 所以不是你的福气吗 其实我感觉吧 就是真的是他太矫情 有些事就是 我感觉都根本不算事 我想以后跟他好好的 一起走下去 可是到了他这儿 就非要跟我 因为这么一些小事 来跟我闹 你们是真打算离啊 还是就是说说呀闹闹啊 我主要就是想问一下 就是嘉宾那个 老师专家的那个意见 因为我不知道 你不用问他们 我都可以替他们回答你 不是 就照你这样 按他们四个人的 这个价值观 基本就觉得 小伙子啊 快跟这姑娘离吧 怎么样 去他们老家感觉怎么样 对我很热情 尊重你吗 也尊重 也很热情 那不是挺好吗 你家里也挺和睦的 对啊 所以我才跟他结婚的呀 就这些东西 我觉得都挺好的 那你们干嘛要离呢 就是刚才说的那些 那些事情 真是急死我了 就是我是害怕啥 我是害怕他婚后 越来越严重 会不会说是动手呀 或者是生气了 再做出什么举动 就让我觉得很害怕 所以你要找到的是 他为什么会那么激动 对 在哪个点上 他那么激动了 包括你自己 为什么在他的一些 要求上面 我们觉得很合理的要求 很照顾你面子的要求 你为什么会觉得 他不对 他是在自己想 就你们俩已经给对方了 一个人设了 知道吗 在你心里面 你永远不被他看得上 这是你给你自己的人设 姑娘其实也人设了 这个男生了 他就应该什么都听你的 对吧 也是 对吧 对 所以你的人设是 你是一个乖宝宝 你要听我的话 在婚前你都是听我的 为什么婚后了 你会变化这么大 因此才会火星撞地球嘛 到底该不该离婚 这段情感应该怎么调整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好吗 好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就人家说一个上门女婿怎么了 你在乎别人的言论吗 最重要跟你过日子 是他的那个朋友吗 不是吧 无论别人怎么看待你 你自己对自己的认可度 在哪个位置 别人就会因为你的认可度 而去认可你 如果你先把自己 对自己的认可度降低了 你放心 别人永远不会认可你 然后接下来来说女生 你有一种优越感 你觉得你的家庭如何 你的自身条件如何 所以为什么你去他们家 不愿意帮忙 为什么你不愿意 给他们家的长辈磕头 首先我们两个人 在任何的一种关系当中 恋爱也好 还是最后结婚也好 一定是平等的状态 如果任何一方抱有 仰视或者俯视的心态 这段关系到最后 一定是结束的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长时间地忍受 被仰视和被俯视的 一个状态 所以你放下你的 那种的骄傲感 你不要这么卑微 也不要这么自卑 否则的话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这婚礼真的不用办了 就婚礼这么小的一件事 在哪儿办这么一件事 都达不成协议 还没怎么真的经历过 生活的酸甜苦辣 就开始算计生活当中 这些小事 那你们俩未来的日子 就可以见得 有多么狼狈不堪了 所以记住 一定一定 两个人的关系 是平等对待的 再者 去他们家 见长辈 所有的礼仪 我觉得这是尊重和常识 还有家教的问题 姑娘 这个时候不是体现个性 这是家教 就说什么了 谢谢 来 严老师 其实你们两个 我都还觉得挺可爱的 对 像两个小刺猬一样 雅人都一身刺 挺任性的 但挺勇敢的 但是确实对于生活 对于未知 你们都有着一骨子的 不知道哪儿来的底气和勇气 你说我在西安 那我可不是上门的 我们家自己买了房 我什么都有 我娶你进门的 那也不是你的呀 那是你父母给你的 所以你没有底气 当你没有底气的时候 人家开个玩笑说 上门你去 你才那么有情绪 如果你真的是 通过自己的努力 在西安 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别人说你就是一笑而过 那有什么的呀 我虽然是从外地来西安的 但我自己打拼出来的呀 我娶的当地媳妇 是我的本事 因为你没有底气 没有能力 就做了一件超出你 自己能承受的 这样一件事情 女生其实也挺任性的 就比你小三岁 学校里没毕业 你就敢嫁 但然后呢 过不好怎么办 离婚吗 其实你知道 她现在完完全全 就是个愣头青的小伙子 没有任何社会阅历 一点都不成熟 没有任何能够担当起 你们小家庭的底气和能力 你就嫁了呀 那这是你的选择呀 所以你喜欢就是这么一个 不成熟的男生 你要和他成家 就要给他时间 让他成长 你就要尊重他现在的 一股子不服输 又没能力的状态 如果做不到 就不要嫁 两个浑身都是刺儿的小刺猬 在一起 你扎我我扎你 能扎出什么未来呢 所以这个刺儿没有别人能帮你扒 只有自己努力地成长 才能让自己变得相对地圆润 去包容一个和自己 不太一样的另一半 你要去考虑这个问题 男生也一样啊 你太年轻了 所以我觉得你们需要 更多的时间去磨合 去学会怎么相处 而不是盲目地相爱 好吗 多一些时间吧 谁提出的要结婚啊 我 你胆挺大啊 结婚的目的是什么 你想过吗 想给他幸福 想以后好好和他过日子 不是让他给你面子吧 他这么一个漂亮的媳妇带回去 给我的那些 长妹们磕头 看看我多有面子 是吧 不是 那你偏偏这么要 对吗 你就要他顺送你 去 帮忙去 是吧 给面子嘛 我知道你那种想法 但是我们不光用面子 我们还要懂情啊 就像人家的父母 好心好意 给你体贴 给你照顾 然后倒给你们钱 这种感觉 你没有感觉到很亲近吗 如果没有 你其实不应该 向他提出结婚的 因为你太不成熟了 什么是家人 什么是外人 什么是有敌意的 什么是有温情的 这你都分不开啊 情商太低了 我们可能见识不够 我们可能现在暂时 没有找的工作 都不要紧 你只要有一份情商高 你就可以在这社会上 去混得很开啊 很多人都会认可你 怎么叫认可你呢 你得先给别人面子呀 你不给别人面子 别人怎么会给你面子 如果说你跟你的 漂亮老婆说 哎 媳妇帮忙什么 人肯定去呀 当然你那样大声说 快去 好像你多威猛 这种面子都是虚的 实实在在的是说 我们能够让我们周围人都开心 人家一定也会 让我们开心的将心比心嘛 姑娘 为什么辞职啊 很多原因 好多原因是吧 说不清楚 就辞职了 哎 你有想过 这家庭如果没有收入怎么办呢 有一些存款呀 我俩 哦 然后他找着 我也找着 随时都能找到我 随时都能找到 然后我都有存款的 你们就把现在状态 当成谈恋爱吧 至少我们有家庭 不管是男是女 都有一份责任感 都会想到 如果另一半没有工作 我也要辞职吗 我得能受委屈 不要以为这个 所有的家里外面人 都要包容你 都要让着你啊 你得学会低头 你得能够知道 怎么体谅对方 人家才能包容你的小性子 让着你 不是怕你 是疼爱你 明白吗 你互相多一些疼爱吧 为什么夫妻就要恩爱夫妻啊 懂得感恩 懂得疼爱彼此 好吗 我觉得你们俩挺好的 是 就就 谢谢曲总 虽然说是您提出的结婚 但是我相信您是被引导的 跟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女孩子 谈恋爱的时候 她已经清楚 自己是一个试婚年龄 可能在一早的时候 就会跟小弟弟说 哎 你太年轻 我将来是要结婚的 你这一种学生是不行的 小弟弟在一早的时候 就亮明决心 没关系 等我一毕业就会娶你的 你们俩就是在这样 她知道自己的年龄限制 必须得谈一场 要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 否则不花时间在你身上 而在你这里 也慢慢地认可 并且它成了你的一个目标 我一旦毕业了以后 我就会娶她 实现我们两个人 要组成一个家庭的梦想 同时 这也是我留在 这个城市里的一个理由 你们现在在要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你们其实都在要社会认可和社会尊重 你们甚至都还不是在要彼此给彼此尊重 就像她在您的朋友那里 总是会计较的是 她是不是对我态度不好 把我当成了个上门女婿 她真的介意上门女婿四个字吗 不 她介意的是 您听她的这个辩解词就知道了 她的辩解是 我有工作 我不是倒插门到你家 这个你怎么不帮我解释 对吧 所以她其实就是一个 刚刚进入成年人社会 但是却没有找到社会位置 当被你朋友的老公来问和感叹说 你看我们都是上门女婿的时候 对方因为在这个城市已经有了位置 不觉得是对他人的羞辱 而她因为在这个城市还没有立足 仿佛是个女婿 其实是她身上唯一的标签 她为这个事情抓狂 所以她当时敏感的真不是说 那四个字或者是你的朋友 而是自己在这个城市 没有找到立身之本 没有得到社会认可和社会尊重 你到她家去也是一个结论 为什么你到她家去特别介意 她是不是会在门口的时候 让你拎着东西进 因为你不喜欢显得像是一个受气的小媳妇 因为你不喜欢进去了以后 她的七大姑八大姨不尊重你 为什么你会担心她的家人不尊重你 因为我除了是她的老婆 其他我一无是处 我除了美 除了年轻 我也没有社会角色 我也没有社会位置 我也没有什么标签 可以让你们尊重的 你信不信 就是我们阎老师要是跟着回去 让她拎个东西 她拎回去了 那一家人还是一里相待 哎呦 太好了 哎呦 品红你累了 赶快拎过来 怎么能让你拿呀 你看这胳膊的泪酸了 对吧 但是你怕你拎着东西进去 别人就说放这儿坐吧 小姑娘家家的 因为你们都没长大 急于进入了成年人的社会 又因为没有得到社会认可 和社会尊重 所以你们在彼此身上 叫起劲来了 其实两个是一模一样的人 你们不适合分手 因为相爱很不容易 也因为你们俩特别幸运 幸运的是有个默契结婚 还有四个开明的老人 你的父母是既同意你们结婚 还同意他无业 并且还会偷偷地 给你们一些救济 他的父母是 既支持他在一个城市里 莫名其妙地安家 也支持他 在没有工作之前 没长大之前就娶媳妇 你们在老人的 用行为祝福中 走到了今天 你们一路走过来 其实真的是幸运的不得了 就不要自己瞎作 把这来之不易的福气 给作没了 小姑娘哈 不要去计较 她在进门的那一刻 要不要让你拎着东西进去 你要看到的是 整个一路上是她在拎 为了帮你做人 也为了让自己好看 也为了让两个人 在亲友们面前显得是 我们是成熟懂事 值得大家放心的 一对年轻夫妇 所以她说 在门口让你拎着进去 这个真的没啥 不要光看谁拎进去 要看的是 整个一路是谁拎的 至于婚礼 我建议你们 为什么要办两场呢 因为我们的婚礼 除了是 我们要接受 众人的祝福之外 还有的就是 很多人情得往来 不是我们的人情 是我们长辈们的人情 也有想告诉大家 看我女儿 漂漂亮亮 嫁出去的这么一个愿望 办两个仪式 把你们人生大事 从两次仪式 给自己也当成成年人的仪式 从此以后 做有担当的社会职业人 不要说我有存款 我可以随便换工作 因为社会角色 是靠你脚踏实地 一点一点工作得来的 好吗 好 谢谢老师 你的那个担心 是在给自己的离开 找一个借口 他现在都这样了 刚结婚就敢摔东西 未来他会打我 他打过你吗 千万别跟我个性地说 等他打我的时候就迟了 我们不能靠想象 未来来过日子 我是希望你们 能够坚持下去 因为确实不容易 人可以有个性 个性的施展 不是对自己最亲的人 恰恰要对自己最亲的人 收敛个性 因为当你个性出来的时候 你不知道是不是在哪个点 就让你最亲爱的人 或者最亲近的人 受了伤了 男生也是一样的 接下来的时间 留给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年 我觉得就是我们在一起 很长时间了 然后也领了证了 就是我还喜欢你 还爱着你 就是还是想跟你一起走下去 就是听了主持人和老师的建议 我觉得就是婚礼这个事情 可以在我老家和你老家 就是办两场 然后我爱面子的这个事情 我会慢慢地收敛 改正的 然后我也会慢慢地成熟起来 我还是希望和你一起 继续走下去 谢谢两位 请回吧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给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 请开门 刚才是曲总说的 特别喜欢他们 对吧 你给撕一下 来 来 来 撕一下 一进攻 半 头碰头 对 从此携手到白头 老前哥 再前进一步 干过这个活 知道吗 二进攻 脸碰脸 一起到老 不后悔 我以为说不要脸 好 不后悔 再往前一步 再往前一步 三进攻 嘴嘴嘴 勇勇远远 不后悔 行吗 这就里程了 他陪我创业一年多了 我们失了各种各样的工作 就没有一次是顺利的 我已经尽我所能去帮他了 但他还是闷闷不乐的 我真的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呢 我想带他一起回老家 过安稳的日子 但他还想继续创业 可我真的没底气去创了 我都已经付出这么多了 但他还是不肯留下 我到底哪里做错了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张先生 23岁 来自沈阳 自由职业 有请 马女士 29岁 来自杭州策划 有请 欢迎两位 一起创业 对吧 对 是的 想帮他 想让他留在杭州 对 觉得压力大 是 想回老家 喜欢他吗 喜欢啊 不然也不会跟他一起来杭州 那就待着杭州呗 干嘛非要走呢 在杭州的话 发展得不是特别好 然后也跟不上他的脚步 就觉得还不如回老家 回老家的话 有车有房的 压力没有那么大 你们在杭州创什么业啊 先开了一个早餐店 然后后来又开了一个服装店 但是两个都倒闭了 刚开始我们开那个早餐店的时候 主要是我投资嘛 就我出钱他出力 前期呢 我就是我自己做策划的 我就给他一些宣传单 还有优惠券那种东西 我们这个店就是开在大学城旁边 陪我准备了很多很多很多实财 导致我们后面开业的时候 就确实没有卖掉那么多啊 就剩下好多实财都浪费了 我觉得这些实财就是 没有必要去浪费它呀 本来是可以避免避免的嘛 就是我们钱 刚开业还没有赚到钱 就已经开始赔钱进去了 那很正常嘛 放夜肯定是难免的 而且你就说这个店倒闭是因为我 那你没看到我的努力吗 我肯定是想往好了做呀 就因为这个店 就是刚开始就没有赚钱就赔钱了 我就想到后面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去把它进行 把这个亏的钱给补回来 然后我就早上 我五六点钟就去给它进货 然后我去店里给它帮忙 然后就后来我们店 有点转机了 但是后来呢 他又做一件事情 然后导致我们那个店 干不下去了 做啥事怎么干不下去 他把那个巧克力 包进那个包子里面 那不是正好赶上过节吗 啥节 情人节 这主意好呀 对呀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就是想 正好开在大学城旁边 年轻人 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比较强嘛 然后我就想 那不如把巧克力也包在包子里 结果收到了挺多差评 就是店铺的好评 对我们店销量很有益 就影响了 对吧 对 本来我们店是在中上的 还可以的 本来好不容易就有起车 然后就因为它这实际要差评 然后我们店就直接外卖也很少 然后感觉到心理交错 那段时间我也累倒了 然后就关门了 累病之后 他就一个人在店里面 没有 他累病了 然后又挺心疼的嘛 又觉得 哎呦 我们为什么要在这 受这个罪呢 干一个早点店也非常累的 每天都要起早备货很早 受这么多罪 然后赚的钱吧 也不是特别多 我在想那为什么 不跟我回老家呢 多好呀 第一次创业完了 就想回老家了 是吧 是的 对 他每次遇到错了 就回老家 我说那心想我心想 那那个早餐店后来怎么样了 早餐店的话 我想早餐店 我们既然做不成了 那我们就寻下一个创业的嘛 刚好我有个朋友 他做那个服装 等于就把早餐店关了 对 老师那我们做服装嘛 服装多简单呀 就进货卖货 这有什么难的 谁 谁投资 也是我 这二次创业了 对 我那时候 就是他在店里面看店嘛 然后我去市场 帮他就进一些衣服 我本来身体不是很好 市场里面就是有那种 免序弄得我很难受 我当然戴两个口罩也 那拿着 结果那时候一直打喷嚏 我就非常地担心 我说我是感冒 他又觉得我是真的感冒 就给我买感冒药 还问我你怎么不吃 那你跟我说你感冒了 那我肯定是给你买感冒药呀 不够细心 不是 他细心也想不到 你就是以为过敏呀 你就正常跟我说不就得了吗 后来我知道他有这个问题之后 我就立马我就说 以后进货这些事吧 就你不要干了 都是我去 你就安心地 回归你的正常工作生活 这边你就当一个股东 然后这个店我来打理 不挺好的吗 对 然后有一天 他就又出了个鬼点子 他找了一堆朋友 就过来说 给我拍一些模特照片 就跟你自己说吧 我没有告诉他是花钱的 我们本来就赚了不多 然后结果他用的是 远大于我们赚的钱 去请的那些模特 就想是投资嘛 他说的是投资 那我也不知道 到底有什么用 你现在要找 可能要找好一点的呀 那我们找自己朋友拍不行吗 我们自己当模特 不也可以拍吗 然后这招怎么样啊 结果 那后来我选那些模特照片 那他也就经常发他朋友圈 这不卖的也挺好的嘛 那你都花钱了 我还能不用吗 他就是有点太急于求成了 他发朋友圈 刚开始的频率 还就可能一天发个一两条 有人买 后来他就觉得 我可能发的不够勤快 我要多发一点的话 可能会有更多人 看到更多人买 就后来他就一天 发个十几二十条吧 就导致一些人 把他给拉黑了 拉黑很正常 你正常就是发朋友圈刷屏嘛 有人不喜欢 确实也有人来买 后来店里生意 不是也好起来了吗 你还好意思说呢 主持人 他说的所谓的好 是他花钱 找他的真正的朋友 然后来我们店里来买衣服 然后最后呢 他给他们那些朋友报销 就相当于是 我们把衣服免费送给他 然后让他们穿我们店的衣服 给我一种就是 营业特别好的一种假象 我觉得有这么多回头课 那我肯定要多进点衣服呀 结果就把钱都用在 进很多很多衣服上 然后这个店呢 最后也没有卖出去很多 剩下那些衣服 全都是折价去处理掉 我问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过呢 我说他每次就一刀错的时候 就说他回老家 回老家 我说不是想给店里营造 营造一种就生意很好的感觉 让他就觉得很有自信心 能把这个店做好呢 那这服装店就倒了 服装店就倒了 倒了之后怎么着 倒了之后我就想 我们两个人就是各干各的 我想靠自己的一些力量嘛 就觉得服装店 给了我一些拍摄的经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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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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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你就不愿意 给你们感情一个机会吗 我就想让他留在杭州 我不可能跟他 去那么远的地方 所以你们俩继续在一起 其实是有一个先决条件的 就是你要陪我留在杭州 对 所以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 有没有回旋的余地呢 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 一起进入丘比特跟隽 怎么听着都像一个妈 对付一个自己叛逆的儿子 就这儿子非要出去 闯一闯 妈怎么都得摁着 就千叮咛万嘱咐 就怕这儿子在外面受了伤害 你不觉得你就在扮演 一个妈的角色吗 为什么要把他拴得这么死呢 一定要按照你 给他安排的方式 去生活 去过人生 就算是他想要自己 试一试其他东西 你也会百般地干预和阻挠 我很不理解 而且你觉得你暗中 对他的倾囊相助也好 或者说暗中对他的扶持也好 你觉得是在帮助他 对吧 他的第一反应是被羞辱 就是本身那些他认为 是通过自己努力收获的成绩 最后当他知道真相的时候 那是对他自己的整个人的否定 让他变得越来越没有自信 他就会怀疑 我到底我的能力是什么样的 所以其实你是在 把他一步一步 推离离开杭州这个城市 我在杭州还能干什么呀 我当然得回老家了 我老家放着那么舒适的生活 为什么要留在杭州 我这么长时间了 没有一个职业能够干的长久 然后我找不到自己的社会位置 找不到自信 然后什么都得靠女朋友来帮我 我还留在杭州干嘛 所以是你把他逼走的呀 你现在又让他留下来 你觉得你自己有那么大的能量吗 所以我觉得真的现在 他可以适时离开杭州 你们两个人是需要 一个距离或者说冷静期 否则这根弦绷得越来越紧 有一天是会断的 趁这根弦还没有绷到那么紧的时候 稍微个子都放松一下 说不定两个人的关系 还能长久下去 谢谢莎娜老师 一个男生 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留在一个城市 也许不够有耐心 也许不够那么地吃苦 但我觉得已经可以了 愿意起早贪黑地去做一家早餐店 尝试服装行业 尝试拍照 尝试了很多 不成 面对现实 想回家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而一个女生 因为喜欢一个外地的男生 想把他留在身边 偷偷地做了很多 可能拿到桌面上 会让男朋友生气的事 但是出自于自己内心 真的是想让他留下来 也许方法不好 但是也努力了 也使劲了 所以我觉得你们的核心问题 不是说 我们在面对生活 生存工作 出现了这样那样的不如意 更准确地说 可能现实让你们 很难在一起 这个现实有两重 一重 确实在杭州这样的大城市 一个外地的男孩 想要短时间 你说我有所成就 太难了 而另一重现实是 女生 她没有把她的未来 和你放在一起 原因不仅仅是 现实的残酷 在一线城市 立足地艰辛 也没有那份 足够支撑她的 对你的爱情 这两重现实 就导致你们 现在的情况 如果你真的爱她 只有一个可能 跟她去 但是有一种后果 极有可能 你去了也不开心 因为她没有那么爱你 这就是我想说的 你们自己去权衡 好吗 希望你们都能找到 自己的内心 找到幸福 谢谢 谢谢袁老师 曲总 男生 你回老家 有什么样的工作 等着你 就是跟我父亲 一起做一些商业 我在仔细想 我到底应该给你 什么建议 是走还是不走 所以我必须先问你 回去做什么 哦 回去原来是在 父亲的羽翼之下去生存 一定不要走 我仔细想了一下 你的这个创业也好 这个工作的这个过程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一开始开店 两家店创业失败 摄影算是用创业失败 陪玩还有遛狗 然后你从中 你是可以通过打工 说摸索一个行业的 还有梦想 但后面是代价 恕我直言 我发现你的创业轨迹 你的锐气已经没有了 你开始还是为了实现梦想 去拼的 最苦的活 做早餐的这个事业 你都愿意去做 都愿意花心思去想 到后来代价是什么呢 你是在糊口 但那不是你的事业 不是你的梦想 我为什么建议你不要走呢 是因为在所有的这些 创业失败里面有偶然性 也有存在着某些必然性 那个障碍就是它 如果你自己的去创 你不用依靠它 你也不要去依靠你的父亲 自己在杭州 去创一份自己的事业 你可以先通过打工 去学习 去了解这个行业 然后它是不是你的擅长 是不是你的兴趣 然后去创业 是可以的 我们年轻人啊 必须要拼 而且你回去那老家 也不是一个机会 是一个退路 你随时可以回去啊 你才多大 就要过那种 一眼能看到 十年二十年之后的日子了 不要 如果你回去 真是有好的工作机会 我倒不是给你这样的建议 但是你说的 你要回到你父亲那里 你白去拼斗了 所以说千万不要退 记住去拼搏你的 年轻的这个时光 但是你要留在杭州 一定要摆脱 他对你的控制 这才是决定说 你能否和他在一起的 必要的因素 他留在杭州 你不干涉他的事业 就这样 才有可能下去 明白吗 谢谢曲总 我不能说是 您在情感关系里头 或者是他事业的扫把心 但是您确实是在 一再做梗和毁掉了他的工作 当你一次又一次地 怂恿他创业的时候 您有一句话 特别地刺耳 爱 爱一个人是给他自由 而不是控制 时间留给你们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其实我来这个节目 做了这么多 其实也就是想 让你明白这个道理 如果说你能带 你能跟我一起回老家的话 我是最开心不过的 但是如果说你实在想留在杭州 我可能也会再去考虑一下 我刚刚听了老师们的意见 我以后肯定不会再干涉那么多了 我就是希望之前你读大学的时候 我们没办法在一起 现在好不容易就在一起了 我不想就在异地这么难受 我以后肯定不会再做这些 你觉得很傻的事情 我就一个要求 我就希望你能留在杭州 而且我爸妈不是挺喜欢你的吗 你不是都说好了吗 考虑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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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题很简单 留在杭州 出来 去东北 出来 去东北 出来 听懂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情 现在是02 2360 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 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哦 哎呀 你说女生会出来吗 来 请开门 男生是被女生的那段话伤了心了 就是男生在听完女生的那段话之后 她是含着泪走的 女生那段话的意思就是 你不都跟我父母说好了吗 不是说好的 你还瞎挣托 你把它翻译过来 不是这个吗 你说她的事留在杭州吗 她其实来 男生那句话是 我就是希望你能够明白我的付出 你能尊重我 我翻译过来 到最后 女生都没给她这个口 我当时想要女生 能出来 目的很简单 出来至少是说 我的爱没有那么功利 你好歹让那个男生觉得 这里面是有情感的 所以这就是爱情嘛 人家那句话说 什么都可以考验 千万不要考验人性 什么是真爱 什么是不爱 什么是战友 这个结局 大概给了我们答案了 让我们一起走进 爱情保鲜剂 有网友提问说 家里给我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 我们都是农村的 本以为是门当户对 双方都没啥意见 经过双方家长的商量 我家给她拿了18.8万的彩礼钱 可是没想到的是第二天 女方就把彩礼钱给退了回来 真的很不明白 女方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真的很喜欢她 我们还有可能吗 我觉得你应该去找女方 了解一下真实的情况 女方到底是怎么想的 你与其在这里瞎猜 还不如去问个明白 如果一直只是你一厢情愿的喜欢 那么强扭的瓜也不会甜的 要再一次谢谢四位老师 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